地处天山南路 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古秋祠 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 公元前后 佛教由印度传入秋祠地区 随着公元三至四世纪 开枯造祀的兴起 古秋祠人在基新疆拜承县 克泽尔镇东南七千米的 明武塔格山崖上 留下了秋祠佛教的典型代表 克泽尔石窟 克泽尔石窟 介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 和敦煌石窟之间 是中国开凿最早 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 现存洞窟349个 壁画4000多平方米 代表了公元三世纪到九世纪 秋祠佛教的最高成就 1961年3月 克泽尔石窟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6月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 和丝绸之路 东西文明交流的枢纽 克泽尔石窟 成绩和融合了中原 印度剑陀罗 马图拉 波斯 以及本土艺术 形成了独有的秋祠风格 以佛塔作为礼拜中心 在中心柱上 开刊设置佛像 用中心塔与窟顶相接 既作为支撑柱 又分出洞窟前后室的 中心柱式秋姿行窟 这是克泽尔石窟 在形制方面的 最大特色和创新 并东传影响到 木高窟 云岗石窟 和龙门石窟等 中国石窟的早期窟形 秋祠石窟 还有一个独创经典 就是灵格画 它们灵片似的交错延展 充满音乐般的律动 每个灵格内 填会一个佛教故事 加上对比强烈的色彩 使窟顶 极具装饰感 据统计 克泽尔石窟 留存着佛本生 和因缘故事 一百多种 佛传故事 六十多种 数量之多 画面之风 在世界佛教石窟中 极为罕见 独特的人物表现 手法 让克泽尔石窟壁画 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形成了一条 优美的人体画廊 深浅地阶的印度凹凸法 将机体 蕴染得立体而圆润 粗犷有力的线条 让身体充满了激情 大小几何图形 夸张着人体的骨骼 呈现出浑圆阿娜的人体美 擅长歌舞的古秋思人 在石壁上 刻画了众多风情万种的器乐 以及汇聚中原 印度 中亚 西亚 和秋思本地的运气 以秋思人为蓝本 绘制的供养人 形象独特而鲜活 因缘故事和本土故事中 大量生动的秋思民俗 他们共同构成了 古秋思人 留在崖壁上的民族档案 作为西域地区 现存最早 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 洞窟类型最齐全的 佛教石窟寺遗存 克兹尔石窟 曾对新疆以东的 河西 龙幼 中原 乃至中亚佛教石窟艺术 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 时光留恒 这里真存着佛教经西域 向东传播的轨迹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 以及传播过程中 本土化改造的文化自信 并全程记录了秋思佛教 产生 发展 繁盛和衰落的过程 使西域历史进程 文化传统 宗教艺术 民族风俗 音乐舞蹈等 发展与演变的 大地样本 千年已过 穆扎提河 依然静静流淌 守护着世界石窟 艺术史上的这朵奇葩 丝绸置入文化遗产中 弥足珍贵的宝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視界 《 nh野文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